大家好,我是带大家云吃日本的美食日报 今天来到了东京帅帅的寿司师傅水上的店 最近有很多日本当地的美食博主都发了他家的探店视频 现在他家也越来越火 这不今天就是满席 水上看我远道而来,帮我临时加了一轮 水上在寿司之神系列的店深造多年 风格上保持了很多次郎系的特点 不过加入了前菜,醋饭个头没有那么大 保持传统的同时,也更适应了现代人的喜好 第一道前菜是厚豆腐和盛南菜的出汁自菜 出汁偏清淡,明显的京都风格 问了一下主厨 原来主厨最近每个月都要去京都的歌棚名店 宾座去学习做一些前菜 盛南菜是九州地区的蔬菜 富含氨基酸,特别适合做主物 第二道是无头鱼的刺身 在日本无头鱼不是特别名贵的食材 一般都是取卵做无鱼籽 刺身的吃法一般在这种级别的高级店很难见到 主厨说今天是得导产的,完全没有泥性味 会颠覆你对无头鱼的认知 试了一下确实还不错 鱼肉紧实有嚼劲,还有脂肪感 但是它也没有那么好吃 第三道是雪鱼的白籽,白籽还是温热的状态 爆浆后顺滑地流出 这道加入了果醋,延续了刺狼器的特点 醋的酸度比较高 和味道浓郁的白籽搭配就很解腻 第四道是橄榄油渍的牡蛎 牡蛎的味道浓缩,个头也变小,口感变得紧实 浓醇的鲜味就想搭配点小酒 第五道是安康鱼的鱼干 水上说处理的时候需要很精细 把干上面的血管和杂物都要一点点的剔除掉 这样才不会有腥味 口感绵密,像七成熟的蛋黄 搭配上粗冻和小葱段 清爽的风味又刚好中和安康鱼干的浓厚味道 第六道是剑骑鱼,就是海里油的最快的那种鱼 刷上酱油进行制烤,切成了四字方方的形状,还挺有意思 脂肪混在鱼肉中,鱼肉是红白混杂的颜色 脂肪丰厚,口感却很扎实,比较奇特的味道 后面开始是今天的寿司部分 第一罐是比木鱼 首先是味道淡雅的白神鱼 醋饭只使用了米醋调味 酸味突出是它的特点 醋饭的量比刺狼偏小一点 更适合慢慢坐下来品尝,而不是快点塞饱 我觉得米醋的醋饭更适合白神鱼 能把鲜味带出来 最后还有些清爽感 第二罐是莫无贼 可以看到完全没有切花刀 保留了软糯的口感和恰到好处的弹刃劲 随着咀嚼,乌贼和醋饭变得浑然一体 搭配的实在太棒 第三罐是金枪鱼的赤身 日本有四大金枪鱼的中盘商 山杏,藤田,石丝和通肠 而水上使用的是人气慢慢在上涨的解奶花 赤身厚切,风味特别足 水上的手小一点 和次郎那边捏出来的相比 就显得敦实了许多 第四罐是中腹 既有脂肪的肥美感 还保留了一些风味 在醋饭酸度的加持下 满足度很高的一罐 第五罐是小鸡鱼 延续了次郎系的处理 重盐重醋 烟漬时间久的处理方式 小鸡鱼鱼味浓缩 加上酸咸的风味 不一定所有人都能接受 但这就是传统的处理方式 值得一试 第六罐是北极贝 经过了炙烤 脆香甜都激发了出来 最后一点点焦香感 是典型之笔 第七罐是来自雄本出水的竹家鱼 粉嫩的鱼肉 适当的油脂 还有银身鱼的风味 这罐鱼肉温度比较低 明显地感受到了醋饭的温度 中间藏着一小锁生姜 把最后的一点腥味也饿杀掉 第八罐是车海老 现煮现捏 一切为二 不过比次郎那边的小了两圈 先吃虾尾 再吃虾头 你知道为什么吗 虾的甜味 随着咀嚼会一点一点益处 非常好吃的一罐 第九罐是鲑鱼籽 鱼籽Q弹在嘴里能爆掉 但是调味偏淡 吃起来比较清爽 海滩的香气就显得很足 第十罐是湿鱼 经过了五天的熟成 又软又肥 可以媲美金枪鱼 第十一罐是马粪海斩的军舰寿司 甜味足 带有淡淡的香 中规中矩的品质 最后一罐是雪子的寿司 搭配的是甜酱汁 绵软的口感和次郎的厨品 几乎是一模一样 根本不需要咀嚼就能化开 接下来是追加的部分 我追加了香把棒 当年在次郎那边水渗还是富出 每次到了香把棒的时候 他都会拿着食物给客人展示 非常怀念 嫩滑爽脆又弹牙 不过还留有一丢丢的腥味 这个是追加的青花鱼 这罐居然是我今天最喜欢的 熟成的恰到好处 风味足却一点点都不行 脂肪多 油脂的甜味在醋饭和鱼肉之间溢出 最后的鱼子烧也是传统的做法 类似长期蛋糕 放入了枝海老 芋头 然后混合搅拌 次郎的鱼子烧 没有食谱 除了砂糖的量是固定的 其他都要看当天食材的质量来决定 据说要做一个完美的鱼子烧 要花几年时间 后面是当季的水果收尾 最后又到了主厨说 结束雨的环节了 你猜主厨说的是什么 请打在宫屏上 并不是 其实他说的是 今天又是开心的一天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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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